刘克香王浩一到屏东渔港神域言鱼货啊 难道还有毒品吗 民进党议员延续冒用鱼船运毒800公斤到台湾 太恐怖 分享 4月30 2022 民进党议员延续冒组织贩毒集团从东沙附近用鱼船超买800公斤安非他命到屏东东港 近600公斤流入市面 刚好刘克香王浩一到屏东渔港去看货 刘克香说你都不问什么货 王浩一回鱼货啊 难道还有毒品吗 但没想到真实世界的屏东东港就出现了假于传真运毒的犯罪 而且是绿色价值满满的某民进党议员变身为cartel首脑 原来 绝命毒师breaking bat化学老师间制毒贩毒还是小意思 一边当议员一边当毒销才霸气了 图片说明 刘克香王浩一到屏东渔港拿毒品耿开玩笑 翻射公事浩克漫游 简单说一下这位民进党议员有多伟大 苹果日报说句黄国昌指出 云林县议员延续冒曾拿政府补助到校园举办反毒活动 国民党一指出 民进党议员延续冒2011年曾打造全国最大快乐珠铺满 捐款给蔡英文选总统 可见民进党议员延续冒是绿色价值满满的超级民进党员 究竟从哪里误入歧途 还是因为误入歧途才从政 或是民进党非常兼容并蓄 这是自国民党议员政泰及英地下赌场利益问题枪杀案被判死刑后 第二位犯罪巨大的议员 而且是民进党的 非常有指标意义 图片说明 据黄国昌指出 运筹超买二级毒品的民进党议员延续冒曾拿政府补助到校园举办反毒活动 前年我提过 新加坡法律规定非法藏有于15克海洛英而被定罪 可被判处死刑 但台湾人天下第一勇 民进党议员延续冒筹化运毒800千克被起诉求处无奇徒刑 台湾对大毒枭的民主进步价值 新加坡人必然惊呆了 当然 这也没啥稀奇的 最妙的是公式浩克漫游节目中 刘克香与王浩一的对话如此耐人寻味 难道说许多毒品利用于船转运是台湾尝试吗 王浩一竟然霸气提到毒品说 于祸啊 难道还有毒品吗 真快笑死我了 图片说明 刘克香王浩一到屏东渔港拿毒品梗开玩笑 翻射公式浩克漫游 事实上 马英九对外国指控台湾为毒品转运战非常愤怒 极力取缔 但蔡英文上任后似乎不太用心 我2017年7月13日在蔡英文大政机 台湾成为运毒诈骗之导提到好不容易摆脱秀明台湾近年怎又沦为运毒导 的报道 2017年5月25日一艘台湾渔船在乌丘外海载运697公斤海洛应砖 6月28日 一名香港女子从巴西京都败转运8公斤一级毒品入台在机场被拦截 而当时报道说日本已将台湾列明三大安毒走私来源地区 仅次大陆和墨西哥 并根据刑事局调查 台湾制造安毒技术纯熟 近几年主要走私到日本 澳洲 纽西兰 现在 连民进党议员都加入运毒 而且一次就是800公斤 看来 台湾虽然因为疫情百业萧条 但政客与贩毒业不会 两者结合那就更厉害了 所以 看到中央社董事长刘克香爽爽畅游怀能发人深省 让王浩一搞笑于霍啊 难道还有毒品吗 我们不得不佩服 搞经济 民进党最行 Blackjack 2002年4月30日 陆营云林议员延续冒涉毒品走私